现在李戴手中拿的是私服作品是吗 是的 这些作品都是我在剪纸中 剪的关于我和父亲的故事 吃包子呢是吗 这个是饼 这个是我的童年 在吃一种葱花饼 我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一个小镇上 我特别爱吃这种葱花饼 后来长大之后来到了其他外地 就再也吃不到这个葱花饼了 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有一次我跟爸爸聊天 说起这个葱花饼 都过去了好几个月 忽然有一天爸爸把这个饼买回来了 因为这个饼实在是买不着了 我很惊讶 爸爸怎么会在好几个月之后买到这个饼 爸爸说那天你说过了之后 我就一直放在心上 我几乎每天都到那个市里面去转 然后转看有没有能买到那个饼 结果终于在一个小巷子里买到了这个小葱花饼 然后当时我其实拿回这个饼来 我真是 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吃这个饼 结果不是伤心 我真的是幸福的泪水 我没有想到我仅仅说了这么一句小小的话 我爸爸就能给它放大 后来我就把这个情感剪成了这张剪纸留作纪念 嗯 真好 非常好 这张剪纸呢 剪的是我爸爸吃雪糕 其实呢是怎么回事 我爸爸呢就是一体多病的老人 他糖尿病其实非常严重 一点甜食雪糕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能碰 他好多年已经糖尿病18年不能吃这些东西 然后我每次就是爸爸挺爱吃的 在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好于我做手术 然后我爸爸就算有一个雪糕吃了 也是留给我吃的 等到这些长大了之后 他能吃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身体 就连的雪糕都吃不了 所以其实我自己好多年我也不吃雪糕 我并不是不爱吃 我就是想起雪糕我就想起我爸爸吃不了 我很难受 我真的很难受 所以呢我又没有办法无力改变这一切 我把这个剪成一张剪纸 我希望能有一个科技的发展 让我爸爸身体好了 让他在晚间还能吃到这样的东西 我真的这样想的 我就把这个剪成剪纸了 这是第二张 嗯 这张剪纸呢是什么 因为我爸爸糖尿病 经常会有各种并发症 尤其是一种奇怪的牙疼 这牙疼他有时候 整宿整宿睡不着 每当这时候 我爸爸其实表现得很坚强 他每次都跟我说 没有关系 不要紧过 明天就好了 后天就好了之类的 吃点药就好了 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疼得很厉害 有一次我摸过他身上 那个 就是牙疼的时候 人温暖发抖 我无力改变 就是我 我看到这个情况 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我就是把这个 给我爸爸难受的场面 给记录下来 我要实时提醒我自己 我爸爸对我是多么不容易 我爸爸